开车加油居然爆发了流血冲突 怎么一回事呢 一名男子在半夜的时候开车进到了加油站 但是位油箱盖的位置跟加油墙不在同一侧 员工要求说要换车道 男子认为说对方的态度不好 双方从口角演变成了肢体冲突 男子甚至拿出了弹簧刀攻击 随后逃离现场 警方寻见逮到人 一伤害最嫌将他送败 大半夜一辆黑车开进加油站要加油 但每隔多久 车上面男子与加油站员工 从口角进而爆发肢体冲突 男子还拿出弹簧刀攻击 加油站同事上班后听到这事感到惊恐 他就下车然后就推我同事 推两三下吧 他们就打起来了 客人先动手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同事 就拉住其中一个打人的 冰箱地上会发生的 竟然发生在这里 事件就发生在24号凌晨一点多 当时男子与朋友一伙人来加油 因为车辆的油箱盖在右侧 他们开错车道 油箱盖位置跟加油枪不在同一侧 员工提醒 被认为态度不好 双方爆发肢体冲突 扭打在一起 朋友怎么劝都劝不了 过程中男子甚至拿出弹簧刀攻击 造成理性员工肩膀手部挫伤流血 一伙人随后逃离现场 伤者李男与丁信犯贤 因头脚纠纷 衍生肢体冲突形式 后于 24日午时 寻线带同丁信刀案说明 警方获报寻线追人 马上逮到丁信嫌犯 与当时在场的朋友 共5人加个油却因为车道问题动怒 甚至拿到伤人 被害人决定提告 嫌犯后续将被依伤害罪送犯 记得潘文玉正式贵心被报导